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时间逆行 开始这场坚固经典爱情的浪漫之旅 敬请关注坚固爱情第九集 此情可待 成追忆 此情可待 成追忆 这是当时已往然 李尚颖的这句名句 我每次读来都会想起 梁三伯与注英台 双双化迭 梁柱的故事太有名了 几乎可以作为中国爱情文化的象征 所以有关梁柱的争论由来已久 比如说发生在哪儿 张汉水先生以前写过一本小说 就叫梁三伯与注英台 写这个的时候就曾经在序里考证过 至少有十个地方都争这个地方 可见很多地方都想把梁三伯注英台的故事 最出版权抢到自己手里 这是一个比巨大的文化资源 所以我们不管现代人如何争执 我们讲梁三伯注英台 主要依据的可以看到的最早的 比如说唐代文献 那么还有一些民间传说 还有民间戏曲的演绎 作为我们去讲解梁三伯注英台的 这个一个主本 一个根本 我们都很熟悉梁注的故事 尤其是喜欢看戏曲的 尤其像乐剧特别有名 解放前就有梁注哀史 那么它主要的情节可以分为六块 航程求学 第二部分就是草桥接拜 然后同窗三载 十八相送 然后楼台相会 然后最后双窗画碟 我们从内容上这样切分 戏剧表现上 这个地几出地几出 会比它还多一些 第一个航程求学 其实就非常有意义 有价值 为什么呢 当时说浙江上瑜 有个住院外 戏曲里头给他取名叫朱公远 他有个女儿 小名九娘 就是这个朱英台 朱英台虽然是个女子 但是虚心好学 然后听说杭城 杭州城里头 有个老先生非常有名 叫周世章 才学很好 就想去杭城求学 但是古代女子 没有资格出门求学 男子的父母在不远游 游必有方 是不是 更何况那女子了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连出去游学 求学的资格都没有 但是 这个朱英台 非常喜欢学习 也非常有个性 有主见 一心想去求学 所以他父亲不同意 不同意 就和父亲之间 发生了这个矛盾冲突 所以朱元外 三难应该 比如说 第一难 这个朱元外 朱公远 他爹就说 孔子信坛高教 弟子三千宗 并无女子 你要求学拜师 万事实表 当然是孔福子 孔福子弟子里头三千 你听说有女弟子吗 朱英台当时就反驳 爹爹怎么知道 三千宗就无一个女弟子呢 你不能证明有 同样 你也不能证明无 三千人太多了 史料 也没叫来那么多下来 对不对 他一下 把老爹博得哑口无言 然后老爹又说 曹中多少男儿汉 未闻女子去封侯 谈词里头就说的 然后乐句里头说 常言道 只有男儿求功名 哪有闺女出远门 这就是说 女孩子不适合出去的 见功利业都是男人的事 没有女人参呼的 当时朱英台 你看俗读史书 立刻就反驳 爹爹怎么能这么说呢 古有蔡温基 有曹大姑 曹大姑不姓曹 曹大姑姓班 班招吧 班招 后来叫曹大姑 这个家这个字在这读姑 包括蔡文姬 标评史册的女子 她们可以 我为什么不可以 前面有榜样 结果老爹还是不行 最后又抛出一个理由 抛头路面并非女子所宜 汤有擦池 无名难洗 一个女孩子出去 万一有点什么事 那我们家的名声都要跟你败坏 你个人一辈子的名声也被败坏 你想你与孩子你怎么能出去游学 你怎么放心呢 朱英台说这简单 是不是 然后过了两天 有个算命先生到这个住家 然后说住家的孩子将有大难 然后这个住院外吓坏了 那这次怎么办啊 然后这个算命先生 神神叨叨算了一下 只有让女儿外出去远方可以避灾 但是住院外一听 我女儿刚好要外出求学 那这样就可以避灾了 算命掐指一算 这样就可以避灾 算完了 算命先生不吃一乐 这祖宫远才看出来 这就是自己的女儿 朱英台 女伴囊庄 怎么样 老爹都认不出来 你放心了吧 说明这个化妆术 这个艺容术 自学成才的毫无疑问 对 连老爹都认不出来 所以一心想去 老爹实在没办法 就答应了 这是戏曲和民间文学里头 老爹为这个女儿设计的层层障碍 但是最后也答应 我们看到文献里头就没有看到 这个祖宫远是怎么刁难女儿的 然后 朱英台一开始就女扮男装去游学了 这个不得了啊 为什么不得了 这在中国历史上 这是第一次具有社会意义的 女扮男装事件 为什么呢 根据左传啊 包括一些其他史书的一些记载 先情 虽然 有女子 女扮男装 比如说 禁书里头就记载 说这个 夏节的宠妃 叫莫喜 这个字不莫啊 莫喜 贯男子之官 就说这个夏节的宠妃 喜欢戴男人的那个帽子 当然 莫喜 史料记载 他只是喜欢戴男人帽子 他没有说 穿男人装術 还不能叫做女扮男装 也只是个人偏好 后来这个 也有记载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林宠 说他就喜欢 让宠妆的女子 打扮成男人那么一样 这也是怪癖 所以真正具有社会学意义的 你像 朱英台女扮男章 航程求学 你像 花木兰 女扮男装 替父从军 你像那个女驸马里头的冯树珍 女扮男装 是救这个秦郎 对吧 你像那个再生园里头的 孟立军 女扮男装去游学 当然了 在这个 最早的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应该是朱英台了 你想他是 女扮男装 不是在家玩一玩 不是个人是一些癖好 而是去求学 带有价值追求的 就像 花木兰是为了替父从军 这个价值和意义就不得了了 这是可以说 史上 第一次具有社会价值和意义的女扮男装 而它导致的结果 是史上第一对同学恋的出现 我们现在有那么多同学恋 我们看好多电影 特别喜欢拍校园里的爱情 为什么 因为那是最纯真的时代 所以我们回想起来 那是匆匆纳女 对吧 虽然短暂 却一生一世 都是从校园里头 延伸出来的故事 永恒的经典 这些故事都要感谢 感谢谁 感谢梁三博 与朱英台 因为朱英台 是第一个具有 社会价值和意义的 女扮男装行为 而梁三博 朱英台 是有史可考的 最早的同学恋 所以我们在 至中江市去的青春的时候 怀念我们曾经在校园里 有过的美好时光 都应该感谢梁三博 与朱英台 梁三博与朱英台 与牛郎之女 孟江女窟长城 白蛇传 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爱情传说 其中梁三博与朱英台 更是因为其美丽其反 感天动地的化蝶传说 一千多年来 被后人广为传说 从小说到戏剧 从电影到电视 梁三博与朱英台的故事 上演了无数遍 触动人心的 除了故事结尾 击美的化蝶 还有故事开始时 梁三博与朱英台 相遇相知的纯真 特别是在戏剧中 梁三博与朱英台出狱时 朱英台的那一声 我家有个小九妹 打动了多少观众的心 梁三博与朱英台 女扮男装的朱英台 带着她的丫鬟 同样女扮男装的 小书童 也不能带一个丫鬟去 对不对 难笑吗 所以带了一个小书童 叫银新 然后就上路了 去往航程求学了 走到 草桥亭这个地方 离航程不远了 这个地方突然一阵大雨 然后路边有个草桥亭 古人的这个路边 在大路旁边都会修一些亭台 一共路人修起 然后躲雨 刚坐下来 又有两个人 从亭子里来躲雨 主人公 男主人公出场 梁三博带着他的书童 叫四九 两个人也进来躲雨 这一下 四个人就遇见了 遇见 都在小小的亭中躲雨 然后两个人 就交谈起来 聊起来了 一看装术读书 都是读书人打扮 都是书生 这个时候 银新上来说话的时候 习惯性的 小姐 你这是惯性 刹不住车 在家叫惯了 小姐了 赶快被住英台打断 怎么能叫小姐呢 小姐在家中没有来 然后是住英台 就像梁三博解释 梁三博很奇怪 怎么苏童叫你小姐了 著名的一段唱 买了个重要的伏笔 我家有个小姐妹 红明灵力 人尽 母家与故乡之眉 红明灵力 生青梅 四伴俱悠藏尊 之眉一生生同类 母家乱而故习尽时的 月多时也应该 顺着这话头就介绍出了我家有个小酒杯 然后听了这一番红论 梁三伯立刻这么说 妙再高论 妙再干论 人兄红论令人尽 志同道合称我心 男女同事父母生 女孩也该读书求学问 这个观念一下 就让女扮男装的住英台 引违怎么样 平生之极 那关键 志趣相投 然后两个人 就是说到了学校 大家都是陌生人 是不是啊 怎么样有个伴吗 既然自趣如此相投 不如结拜兄弟相互有个噪音 然后这个但是草庭之上哪有乡足啊 哪有可以举行结拜的仪式啊 那就戳土为乡嘛 不拘行事 哎 然后梁三伯一问 这个祝兄 啊 年方多少 年方二八 正当妙龄 十六岁 然后一问梁兄呢 梁兄十七岁 啊 吃掌一岁 那么梁三伯为兄 祝英台为弟 两个人啊 啊 梁三伯为乡 拜祭天地 结为兄弟 啊 两个苏童 四九银心 那些同样结拜兄弟啊 主人结拜 仆人也结拜 啊 这就叫草桥结拜 草桥结拜过 两个人怎么样 缘分啊 跨出了关键的一步 你要知道 祝英台这不是第二次行程修学 第三次女班男装 这是第一次女班男装啊 出家游学 第一次出来 你可以想象一个女孩子啊 在传统的社会里头很难接触到什么人 第一次出来就接触到梁三伯这样啊 啊 对女性充满了理解与感知啊 同情的这样一个男性 旷且还长得挺帅 是不是这样 所以两个人之间在草桥结拜之后啊 关系就走得很近 旷且一交谈之下还要去同一个学校 都是去拜周世璋为师啊 所以这是缘分的啊 力量 使得两个人走到一起 到了这个啊 周老师的学校之后啊 我们这里要声明一些 看一下什么电视剧啊 电影啊 经常翻拍 其实那时候不可能有那样的学校啊 那时候每个地方政府的官学啊 是很难进的啊 而且人数是有限 而后来类似于现在学校的书院 也只是唐代以后啊 唐宋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所以电影上我们看到两个人啊 看到这个到了院墙外头 看到好多同学在运动啊 或者是周老师在上课 那是不可能的啊 周老师的这个学校 类似于私俗管俗性质的一个学校 应该没有多少人啊 所以很多明星传说里头 包括史料里头也记载啊 只有三四个同学 而且其他人都是航程的 都是走读生 那唯有他俩从远处来的住宿生 所以这个周老师啊 也很喜欢这两个学生 既然你们俩都是住宿生 刚好有一个套间 你们俩住一起吧 啊 然后朱英才 朱李坚 梁三伯 朱外坚 两个人开始了同窗三载 不是十载同窗啊 三载同窗这个生活啊 啊 在中国古代文化里头 三既是可以具体指三年 其实也可以虚指多啊 其实要讲的 为什么同窗三载呢 啊 不是同窗五载 不同窗两载 同窗七载 同窗四载 偏偏偏同窗三载呢 如是者三 是讲的是日久生情 两个人在求学的过程中 一同求学 一同智学 是吧 相互避益 相互照顾 啊 戏曲里头 电影里头都有表现 啊 这学生要给老师挑水的 那朱英台女孩子挑不动啊 啊 那是梁三博主动 就把挑水的活都包了 是不是啊 哎 但是 嗯 三年同窗 我们经常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 到后来我们可以看出 其他人包括师母 老师都认出来 朱英台是女儿生 为什么偏偏梁三博 就认不出来呢 啊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疑问 啊 我们放在后面说 但是戏曲里解决这个矛盾 也没说 梁三博一点都认不出来 比如说 这个 梁三博发现朱英台有耳洞 哎 你啊 你不懂他三年给 听得会见耳管 这一女子的耳管 哎呀 你这儿都会无意 女孩子戴耳环吗 男孩子不会耳洞 你这 说祖兄啊 你男孩子你怎么 有耳洞啊 啊 然后 啊 这个 这个乐剧里头 啊 朱英台的解释 啊 小时候村子里头演戏 让我演观音娘娘 是不是啊 要扮女的 所以必须打耳洞 还有我们的风俗 男孩子比如说 要当女孩子养 啊 都可以解释 就是碰到各种疑问 梁三博 并不是一点疑问 都没有 但是体现 朱英台的聪明 把所有的疑问都化解过去 但当朱英台生病的时候 这个时候 梁三博 作为兄长要照顾朱英台 怎么办呢 晚上要这个 这个 铸造一起主动要求 照顾 啊 朱英台 梁三博生病 朱英台照顾梁三博 那边有问题 朱英台生病 梁三博照顾 朱英台那麻烦 对 然后两个人睡的中间 必须放个 啊 这个 指挥盒 盒子里头放上灰 如果梁兄你睡觉动来动去 灰撒出来 那就说明你不老师 睡觉不老师 徐克拍这个电影的时候 中间把那个灰放的不好表现 放一碗水 还冻了就把水洒出来 是不是 处处为了显示这个 这个朱英台的机制 也同时显示了梁三博的质朴 水和与包容 你看 你这两个人的性格要有一种反差 然后他们走在一起 才形成一个整体 这叫阴阳的和谐 那如果梁三博在这太精明了 而朱英台太愚钝 那这个故事就没法演绎了 梁三博 梁三博与朱英台同床三载 朝夕相处 感情日深 三年后 英台返家 山博十八里相送 二人一一息别 可以说 十八相送 是梁三博与朱英台故事中 非常经典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节 可以想见 朱英台那满腹心事不好严明的苦闷 混杂着与君一别 不知何时再见的伤感 一定将这十八里路 变得格外的漫长 那么十八相送的路上 朱英台是如何频频暗示 自己是女儿身的 在最初二人相遇的那个草桥亭 他又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谜 给梁三博呢 朱英台这时候面临着回家 面临着人生选择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是有族意的 有决断的 所以先去告诉师母 师母早已经知道他是女儿身 然后给师母留下一个玉扇罪 这个玉扇罪 请师母转交给梁兄梁三博 这个玉扇罪 蝴蝶罪 其实就是定情之物 然后请师母转交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有梅人了 有梅有聘 是不是 所以你看朱英台自作主张 把自己嫁出去 但是他想的还是比较周全的 请师母做梅 然后玉扇罪做聘 所以说明可见这个女子的聪明 这个蓝智慧心 但是不能直接向梁三博挑明啊 要离开了 所以朱英台只得留下一个谜语 和一段被后世久久传送的十八相送 那个谜语我等会再说 然后十八相送是什么大家都知道 梁三博要送啊 英台回家 为什么叫十八相送呢 从周老师的这个啊 这个学校到这个草桥亭 刚好十八里 所以叫十八相送 我突然想起来去年谜语大会的时候 有个人给我出了个题目 说韦小宝进京 我想了一下十八相送 那也叫十八相送 那是毛十八送韦小宝进京的 是十八相送 不是这个十八相送啊 这个是梁三博送朱英台回家 送了十八里 在这个过程中 很有名朱英台屡屡暗示 有人说朱英台不直接说我是女儿生 我要和你结婚 那就不是朱英台 那女汉子 所以作为这样的一个女子 她能够女扮男装 行程求学 又自我主张 驾驭自己的婚姻和爱情 这已经很伟大 很超出那个时代了 你要让她像女汉子那样 那就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这一路上朱英台频频暗示 这已经很直接很大了 那梁三博素兄怎么是女红装呢 两个男儿如何配鸳鸯 为兄取笑 不像话不像话 再往前走 眼前还有一口井 不知道井水有多深 你看这井底两个影 一男一女笑盈盈 所以这个梁三博真的是很质朴 那鸽子现在这都话都说得很明确 梁三博 这分明是两个男儿三 怎么能是一男一女笑盈盈呢 不像话不像话 到最后逼得朱英台实在没办法了 这梁兄真是点不明白说不破 是不是啊 只好怎么办呢 只好亲自做梅 把那个前面的伏笔拿出来了 我家小九妹 我跟你说过的 我给我九妹做个梅 然后梁兄就说 那九妹怎么样呢 我又没见过 九妹才情长相就给我一样 闯暴胎 哦 梁三博一听 那给朱兄一样 那没话说 那我当然愿意这门亲事 然后朱英台说早早上门取亲 送走了这个朱英台之后 梁三博回去继续求学 这里头文献有两种说法 一种以朱英台为中心的 就是梁三博早早的就知道了 朱英台的女儿生 然后在一月之内就去求新了 但是另外一些文献 比如说像宋代的 李茂城的这个一中王妙记里头 这一类为代表 所以梁三博最后被封为神了嘛 一中王啊 然后就是以南尔大丈夫求学为上 过了两三年之后 再去求亲的 所以以爱情为主的 像地方戏曲 乐剧为代表 包括川剧这些 那梁三博知道之后 就立刻去求亲了 怎么知道的呢 师母关键的人物 把这个 英台留下来的欲散罪 定情之物交给了 梁三博 梁三博从师母那知道 英台居然是女儿生 这一下恍然大悟 英台要嫁的小九妹 其实就是自己了 对不对 所以突然就想明白了 英台临走之前留下的那个谜语 什么谜语呢 叫二八天三七天四六天 早去尚余相见 这个二八天三七天四六天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一道数字名 二八加起来是几啊 十 三七加起来是几啊 十 四六加起来是十 三个十天之内 那就是三十天之内 梁兄你要去我家提亲 是吧 所以梁三博高兴快 然后也是告别恩师 回家安顿 然后跑到丧鱼去求亲 有人说 在千万人之中 能邂逅到自己的最爱 那是难得的缘分 一定要好好珍惜 也有人说 相遇并不意味着能相守一生 因为命运弄人 有时会让你注定的爱上 然后再注定的失去 在传说故事中 梁山伯到尚余求亲 到了柱家 见到已经恢复女儿身的柱英台 本是满心的欢喜 怎料柱英台此时 已经要另嫁他人了 那么为什么柱英台说 梁山伯应该二十天前来提亲 当初柱英台 留给梁山伯的那个谜语 究竟暗藏什么玄机呢 请继续收看千古爱情第九集 此情可待 成追忆 梁山伯 信匆匆的跑到尚余祖家 结果都投一盆冷水浇下来 这个时候 祖公园已经把女儿 许配给了马家 叫以字马家 这个字啊 我们知道古代女子没有嫁之前 叫代字归宗 要嫁人了 就把生辰八字两家交换 就叫以字马家 所以有了婚约了 虽然还没行婚礼 但是在古代以字了 就代表有婚约 就是有明时了 因为古代名不正解 言不顺嘛 儒家提倡 要有明时了 所以梁山伯来晚了 朱公园虽然这个 并不怎么喜欢梁山伯 但是还是让他和女儿相见 就认为在事实面前 这个梁山伯 就会直男而退 这时候朱英台与梁山伯 叫楼台相会 虽然梁山伯已经知道 朱英台是女儿生 但是三年同窗 这个共独 是不是 然后在一起 韩淑与共 早晚相处 都是把朱英台当做一个男孩子 当成兄弟 这时候一看到朱英台 英台一句 两兄 梁山伯习惯了祝兄 说是 这一句祝兄一喊 立刻觉得不对 不能叫祝兄 所以 梁山伯说 那么多年 你竟然把我给骗过 我竟没有想到 你不是男儿生 朱英台这么解释 梁兄不是我骗你 是我自小在家 父母管教甚严 直指那丫鬟淫心 旁边 这还有一间谍 是不是啊 他爸派着他去盯着他的 是不是啊 不是我有心骗你 情势而已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梁山伯 无所谓 你骗我 我很高兴 对梁山伯来讲 其实对朱英台 没有告诉他是女儿生 我们想一想 会不会怨 朱英台呢 不会 这反而有一种巨大的惊喜感 嗯 我们说爱情 一般两种最常见 一种叫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巨大的惊喜感 一种叫日久生情 日久生情的特点 就是岁月的积累 朱英台面对梁山伯而言 这两种斗战 童床三载 日久生情 然后梁山伯突然知道朱英台生女儿生 啊 这又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惊喜感 所以这时候最快乐的人 最幸福的人 最沉浸在爱情中的人是谁 就是梁山伯 而在这个巨大的欢喜中 接下来朱英台 啊 不是从续前缘 而是寒泪而言 说梁兄你来晚了 啊 你为什么来晚了呢 那首歌唱的迟到了 他比你先到是吧 谁先到了 马文才先到 啊 是他父亲已把他许配给马家 梁山伯立刻就接 我怎么来晚了 你说的是啊 二八天三七天四六天是不是啊 不就三十天 我三十天之内就来了吗 英台说 梁兄你真是 怎么说呢 二八天三七天四六天 是每一个十天 我让你十天之内上门提亲啊 英台的用意是什么 重要的话要重复三遍啊 要你十天之内来啊 你不知道文人 读诗 诗 诗经里头叫附踏章法嘛 都重复三遍 当然 当然 英台也不是埋怨梁三伯啊 但是梁三伯一听 从巨大的欢喜里头到了 跌落到巨大的深渊 立刻怎么样 失控 失去理智 很难接受 是祖兄 你留下这个信物 等于是聘礼 然后托师母为媒 我们俩这个十八相送 我那时候比较愚笨 完全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现在完全懂了 我们俩的感情才是真挚的感情 而你爹把你许配给马文才 这完全是不讲理不合理的事情 那个苏英台也抗争过 没有用 在那个封建时代 胳膊拧不过大腿 是不是 给他爹抗争 他爹说 你给梁三伯之间 有父母之命 有没错之言吗 有没有聘吗 英台说 有啊 我没人就是师母啊 聘礼就是 蝴蝶欲散罪啊 没有用 所以这个时候 已经不能挽回 梁三伯悲愤之中 突然说 要去这个官府 状告 投三个状子 一告 一告 祝英台的父亲 就是祝父 祝公远 叫贪图富贵 啊 因为马家 啊 有的说是 啊 世幻之家 有的是说是太守 那反正是很有权势的 贪图富贵 而 二告 马家 葬氏欺人 啊 我和英台 婚约在前 啊 祝公远吧 女儿 许配马家 在其后 甚至第三告 要告英台 背信弃义 英台一听 泪如雨下 为什么 理不理解梁三伯 理解 啊 梁三伯真的会去告吗 不会 这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气话 伤心话 断肠话 所以 梁三伯悲愤之中 离开这个住家 这是楼台相会 楼台相会之后 一对相亲相爱的 至情至性之人 啊 然后 不得不做 人事的诀别 梁三伯在巨大的欢喜之后 突然 面临的是巨大的悲痛 啊 从巅峰跌落到深渊 回家就一病不起 然后期间 戏曲里头表现 所谓这个 解铃还需戏铃人啊 心病还需新来医啊 所以要找药影子 要找这个 住英台 要让住英台来 可是 这个 成亲的那天 到 梁三伯的坟前 哭祭 但是在这之前 就是梁三伯 停尸发商之前 住英台 住英台就到 这个 梁家去哭笑 结果到了梁家 一看 梁三伯怎么样 死不瞑目 一只眼睛睁着 一只眼睛闭着 然后 然后 住英台 放声大哭 说梁兄 你为什么不肯闭眼 怎么说 梁三伯都不肯闭上他的眼睛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在巨大的命运的支配下 一对相亲相爱的人 生死相隔 梁三伯已经死了 住英台 以字马家 也是非嫁不可的 那么 剩下一个 住英台 这样一个弱女子 在既定的婚约面前 在既定的命运面前 又会如何去抗争呢 梁祖双双化蝶背后 除了 至情至性的爱情之外 还有什么更深刻的内涵呢 请听下 谢谢大家